收拾我东西干什么 我得带你走 上哪儿啊 我要跟纯正离婚 离婚 出什么事了 你来了闹矛盾了 她在外面有事了 她人呢 在家往我找她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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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不想和她在一起了 她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压根儿不爱她 我不想跟她过一辈子 所以我想跟她再分开 没别的事 那你到底想跟谁过一辈子 你要去找那新婶子去啊 是 妈 我谁也不找 我现在长大了 我也有能力养活你 我俩出去能好好地过日子 我们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对不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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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出什么事了 来 你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你说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别让我着急好不好 你说 没别的事 真没别的事 我就是不爱她 我就是不爱她 没法跟她在一起 后台等出结婚 就是因为肚子里这孩子 那现在孩子没了 我们的婚姻 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吧 我一会儿就和她去 把离婚收拾 等我回来 好 我一会儿就和她 那天 有什么事 我看她 有什么事 我看她 小辰 对不起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这辈子 都没有遇见过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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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承智 承智 承恒 给名字了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那接近我们母女处心积虑她到底要做什么呀 她说 她是想要赎罪 赎罪 一个杀人犯说赎罪就赎罪 她想赎罪就赎罪呀 还得让我们母女接受她赎罪 她人呢 她在底下躲着不敢见是不是 不是 妈 她哪儿都不在 我已经跟她说好了 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妈 你要干吗 妈 妈 我找了她五年 妈 妈 我让她一命长一命 妈 看呀 杀人要长命呢 你以为我不想杀了她 她救了我的命 我差点被火烧死她救了我一命 你知道我现在能怎么办 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我一刻也待不下去 我也只想赶快离开这儿 我们还能怎么办 我求你啊 你跟我走 跟我走 走 妈 咱们先去找个酒店 把行李都放下了 我再去找房子 不必了 师父 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干吗 回家呀 离开这个鬼地方 以后再也不用见着 沈侯和程志远这两个造孽的了 当初你非要到上海来读大学 听我的多好啊 在老家读个师范 就没有后来这些烂事破事了 我不会让你留在这儿了 小小小 你听妈妈的行不行啊 你相信我只要离开上海 一切事情全部都结束了 好不好 好啊 师父 去火车站 你们俩终于商量好了 那我开车了啊 好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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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吧 啊 你啊 你能不能去看看他们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谢谢 我担心你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本来是想让他们 过得更好一点的 你快点快点快点 你别着急 魏腾说了 本来小辰他妈 今天就要把他带回航程 但俩人没买招票 只能在货车站旁边住一晚了 但哪个酒店不知道 只能应允着了 他连魏腾都没说什么 正要说呢 但电话那边就传来了 小辰妈妈的声音 您是不是要告诉姓沈呢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然后就打不通了 估计手机让他妈给扣了吧 行不行不行 你快点 好嘞 让你这么多年的噩梦 就是因为这个 在国外这些年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我就能看到那天的画面 所以我那车都开不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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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医生说过这是什么病吗 创伤性应急障碍 这些年一直拖着 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你父母才同意你回国 是吗 他们也中文明白这个道理的 逃避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只能去面对 志愿 志愿 你听我说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现在出现这个局面 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但眼下最重要的 是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就跟他年一样啊 被我父母逼日出过 还是没有办法 那你那噩梦醒了吗 那你的噩梦醒了吗 恐怕 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你呢 你好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没有见过 谢谢 走 您好 你好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我没有全力泄露别人的信息 你们要是不住店就走吧 不是 你什么态度 你说一下怎么了 不是 你帮我查查行不行 我没有这个义务啊 算算算算了 跟你去别家 你好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你再仔细看看你给 瞎一下 瞎一下 瞎一瞎 都问了 这是最后一家了 她的工作一年多了 不可能住那么差的酒店了 刚才就该直接来这儿找的 您好 您好 麻烦问一下 见过照片上这个女孩吗 不好意思啊 我们刚换班所以 那能不能问一下你们的同事 你是警察吗 你是警察吗 我是 那我们无权投入 不好意思 你干吗非得这么着啊 你不是知道她航空家在哪儿 你直接上她家多好啊 是我出去还是你们俩在这儿聊 她是一个意思 那 那我先走了 小 小晨 要么咱们去别的地方 或者去车里聊吧 就在这儿吧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之后 要是我还没回去 我妈肯定会下来 你知道我妈见证你会是什么呀 那好吧 你不说 你不说 那我说吧 两个星期前有一天晚上 你去陈志远家楼下找他 你跟他说了什么吧 是 你跟他有什么可聊的 我回国参加公司集团的会议啊 我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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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进了郑建国 还有 陈志远他爸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发现了 他 他就是长鹏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我想 因为我想 你能过得好 我能过得好 我现在还怎么能过得好啊 我发现 我发现 每当我认为我的生活刚有一点起色的时候 命运都会跟我开个玩笑 然后让我认清现实告诉我说 林小辰 这就是你的命 你认命吧 我认了 我认了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回老家 跟我妈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再也不来上海了 再也不来上海了 真的打算这么做吗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希望你留在这儿 留在这儿做什么 你留在这儿 找你的梦想 而且 而且你爸也希望你留在这儿 找到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价值 梦想现在还重要吗 我现在哪儿还要离气谈梦想啊 小辰 小辰 你的梦想 是你爸的男病换回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呀 是 但是我没资格 你们家遭遇我也有份 但是我不想看到你 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小辰 小辰 你只是失去了程志愿 你有没有想过 凭你的努力 你已经做了很多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小辰 你吃了那么多苦 再坚持一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吃了什么 而且 唯一吃都在 你的梦想 是你把南面画回来的 你快点收拾啊 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妈 我不回去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能跟你回去 你还要不要脸呢 你要跟这两个男人 纠缠到什么时候 你要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 你才心甘哪 妈 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就这么跟你回去了 我能干什么 我现在在上海 我好大有工作经验吧 我能重新找份工作 我能养活我们俩 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跟你会做什么都没有 借口 你这都是借口 你离不开这花花世界 你这心怎么这么野啊 你怎么就不能踏踏实实 回家老老实实过日子呢 我给你爸守着这小店 劝了你吃少了你喝 饿着你了没有啊 我来上海读书 是不是爸爸南面画来的 我要跟你回住 我爸是白色的 你想跟我提你爸 你想跟我提你爸 不是 爸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再跟我提你爸 你爸就是你害死的 我爸都因为我死了 我不得再上海 好好地奋断活下去吧 你爸爸的命 就毁你手里 他的运气都给你 被你毁的 他就是替你死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还有心提你爸 你有脸吗你 我再问你啊 颜小辰 颜小辰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走 就算我刘情芳 没生过你 你走不走 不走 妈 你 妈 妈 你给我点时间 我能证明给你看 我救命啊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更不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能养我们俩 妈 咱们公司最近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邪门啊 对啊 谁跟陈总有关系 谁就离职啊 那陈总也是挺不容易的 多累啊 那陈总也是挺不容易的 多累啊 这刚离婚 也不需要个离婚假就在上班 这男人哪 真是狠心啊 再一起的时候填的掉牙 离婚了 跟没事人一样 就你知道的多 就你知道的多 杨小晨最近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人间蒸发了一样 微博 微信 电话 全停用了 不就离个婚啊 连我们都不要 小晨这么优秀 未来肯定是一片光明 这怎么着 这怎么着 也是跟咱们老板离了婚 继续在公司待得 得多尴尬呀 你懂什么 这叫见面三分情 有机会见面 才有可能复杂 行 行 行 那别说了 就你知道的多 平时就你说得最多 还不让我们说 怎么了 我现在就是不让你 不让你再说了 好 拜拜 好 不说了 走了 走 就你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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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有你陪我 谢谢你 你毛长了 给修毛了 给修毛了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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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乱的 蜘蛛 来 蜘蛛 来 喂 婷姐 不好意思了 這麼亂打擾你 我衣柜这边 有一件白色的衬衣 上面有番茄剑 画了一支窝扭淡 看到了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回后 来 别动 来 看这 来 再找一个 程总这个风格真是难得一见啊 来 给我吧 来 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慑牛 听话 来 别动 既然舍不得就想方设好把人家留下了 你别跟我说没办法 况且公司还有我呢 你怕什么 总之一句话 别让自己后悔你 是不是 你知道吗 其实喜欢跟爱 很简单 但我更想理解她 我想站在她的立场上去感同身受 与其爱的 我更想懂她 所以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因为懂得 所以不能 我牛 因为懂得 所以不能 有好专业 谢谢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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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喜欢和爱也许总会消失 但尼尼不跟恙 理解可以碗碎 幼稚 美女 有何归干 我 我想求你帮我干嘛 说 我打算从DH辞职了 最近发生了好多事 我可不可以去你那边转转 来美国吧 我请你喝酒 好 拜拜 小辰 看着 不太好啊 何止是不好啊 离婚加失业 要是我我都活不下去 你还好吧 好和不好 不都要面对吗 你可是严小辰 什么都能挺过去顿他 对啊 你是不倒翁 接下来什么打算 离开上海 去美国 挺好啊 离开这里从今开始 对 去美国 找个金发碧眼的大帅哥 留心会 所以我在去之前 把我我想交给你 你替我好好照顾他们 那我要照顾不好他们 不能你弄不走 不能 专门为你调了一杯 我给他起名叫做 叶盘 好名字 那么苦 不过 涅盘的过程是挺苦的 但是往下喝 它的味道就更不一样了 谢谢你的这杯酒 希望是一个好招的 如果说人生是一百杯酒 那么你现在喝了不到十杯 后面的酒是值得一成的 而且人生没有真正无聊的大嘴 谢谢 加油 妈 妈 妈 你把门子给我打开 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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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